你告诉我姐姐什么问题? 我的先生,前面胸部一下皮肤不好,我想解决一下这个问题。 我看到那个赖蛤蟆的皮肤,赖蛤蟆的背,赖蛤蟆的背。 赖蛤蟆的背,碰到前面的皮肤了,在这个地方。 好像人趴着游泳的姿势,下面一个赖蛤蟆也在游泳。 好像自己在游泳的时候压了一个赖蛤蟆,不小心压了一个赖蛤蟆,压到水里了。 下面也拍了一个赖蛤蟆。 然后压了一个赖蛤蟆以后,就像那赖蛤蟆在肚子上磨叉了。 你说对不起了,我忘了你是要呼吸的。 对不起了,我忘了你是要呼吸的。 这个都不是故意做的,不像那个乌龟。 那个赖蛤蟆是无语当中在游泳的时候,正好碰到下面一个赖蛤蟆也在游泳。 本来他要冒上来了。本来要冒上来的那个时候,正好人家过去嘛。 就那个赖蛤蟆算活的,差不多时间就要,差不多时间是要换气了嘛,冒上来。 正好这个时候,一样就要换不了气了。换不了气,他在拼命在挣扎,挣扎的时候,把那个赖蛤蟆的背上, 就一直在那个,超过这个位置,一直在摩擦。 哦,哦,哦,你说对不起了,你说对不起了,我赶紧游泳上去。 哦,你说对不起了? 我赶紧游泳上去。 游泳上去? 那你赶紧,赶紧起来换气。 你赶紧换气? 诶,赶紧换气。 哦,中一口气换过来了,哦,中一口气换过来了。 你说以后,我不到河里去游泳了? 以后我不到河里去游泳? 对,以后合理你游泳,我游泳就到游泳池里去游泳了。 嗯,以后我不到河里去游泳了? 啊,你说到游泳池里去游泳了? 到游泳池里去游泳了? 再碰碰到的那个癞蛤蟆就离开了 是癞蛤蟆的背一直在那个 它肚子上在摩擦 啊 那个已经离开了 嗯 好 那现在就这样